晚上 幾點 兩點了 再大聲一點 再大聲一點 我前兩邊收到的包裹 可以學我再像一點 像不像 而且一定要有氣無敵 現在時間是 不然你開始講 我現在直接吃 你幹嘛 你不要理我 我開我的箱 你打你的電腦好不好 我今天要來開箱 好啦跟大家講 這是GoPro HERO9 它最棒的部分 老實跟各位講 就是定時的縮時 目前我用到我覺得最喜歡的 就是定時的縮時 它的前螢幕就是普通 可是我還是乖乖去買了它 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就是媒體到套組 今天不是什麼專業的開箱 因為我也第一次用 我不曉得到底好不好用 你上次買的那個很爛耶 現在又買了有什麼味道 那個是上次買的 那是GoPro 8的媒體到套組 可是我們很多影片 都是用那個拍出來的 好嗎 我說那個媒體套組很爛 那要爛 上面那個光 那個只有上面那個LED不好 可是事實上 那個套子也不見了 不是 那個LED我後來就沒有用了 好不好 上面 可是那個不是媒體套組 媒體套組是下面那個收音的東西 我們很多影片都是用媒體套組拍的 好不好 那個燈不是在媒體套組裡面嗎 那個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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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另外買的 那個 對 今天蔡琳講的那個是LED 然後我去看一下 他講的那一個是 我不確定我還在不在 我去看一下 他講的那一個是 我不確定我還 他講的是這一個 還在 還在 他說這個燈喔 真的很糟 齁 非常糟 因為這個燈阿 老實講 哇 他就是沒電了 還有電 你說是這個燈嗎 對 這個不是媒體套組 大家一定要留言 送給大家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真的很不好用 跟大家講 你真的不用玩 為什麼 那個光很死白 很死白 然後他的聚焦範圍那麼小 然後你如果小亮一點 靠近他 你整個人就會變成習慣 好 我要先把我的電腦 有的沒有 你看 如果這個燈 它在GoPro上面 然後他想要打到我的臉上 你看這樣我多幹 幹 怎麼這樣 好啦 我今天不是要開箱那個媒體套組 開箱什麼 第一個是 因為這個是HERO8的 我要開HERO9的 有人真的很過分 還沒開箱就在打開箱 老師 錯了嗎 你錯了 你錯可大了 好啦 GoPro9最討厭 第一個就是電池 電池就是跟8不一樣 跟7不一樣 欸 GoPro5 6 7 8電池都一樣 只有9電池不一樣 它電池就故意 換的比較大顆 可是我覺得它不符合科學的原理 就是越換越大 就到最後就可能 比較不符合GoPro 當初設定這麼小的精神 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你真想睡覺嗎 留一點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大家如果失眠的話 可以打開 都是這樣的 老實 好啦這個是 我們把它打開 這個是9的電池 GoPro9 好 多大 多大 就比一般的大 你看一下 它是一顆電池 加一個充電的那個 這我怎麼開過的感覺啊 啊我 我也不知道 我買的是那個啦 美國貨 你感覺開過 對啊你把它打開 看看到底有沒有開過 好不好 我幫你 輪進 這需要刀片 還要刀片 對啊 你以為是Apple 嗯 好好好 我看一下刀片給你 我需要刀片 沒有刀片到 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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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電池 你到底 知不知道GoPro電池有多大 你老公 我知道原本的有多大 你確定你真的知道 我知道 我都有會換 以前Yoyo拍它的影片的時候 都是用那個 你覺得你知道 GoPro電池 它以前都是用GoPro拍 你記得嗎 那你覺得這個電池怎麼樣 電池 又比較大嗎 差不多啊 我拿以前的給你看 拿以前的差不多 這個 這個喔 就是夾米 不知道米粿 差不多大 好不好 差不多了好不好 真的 差不多 那真的是喔 不想要罵他 還不想要講你 你拔一顆起來 你看差多少 你真的是太久沒有換電池 都是你老公在換 好再跟我講差不多 再跟我講差不多 我 我有猜 跟我道歉 所以老公很帥 其實也還好 就是嘴巴都放進去看看 好啦 這 GoPro9的電池真的很大 所以你老公很帥 我就原諒你 我看一下很重嗎 你老公帥不帥 我老公很帥 好可以 不一樣啦 真的是不一樣 GoPro 聽見嗎 什麼有聽見 第二個你要開這個 我老公說你太大了 跟你老公一樣 很大 很大 媒體模組 好 等一下 你繼續開 我先去拿另外一個東西 其實GoPro8的媒體模組啊 我非常非常的常在使用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 這是它的媒體模組 但是我一直在想啦 GoPro9的媒體模組 會不會大到太大 就是因為它真的 會不會搞得跟RX100一樣大 你知道什麼是媒體模組 它有附一個 這一個是 第一個這個是 防風罩 那這一個是GoPro的角座 然後跟螺絲 欸大蠻多的欸 你知道這是幹嘛的嗎 撞在外面的框 對 它是把這個 這樣子 好拆下來 然後你把它套進去 看一下如果 如果新天猜靈會的話 大概全部 的 不喜歡3C的朋友 都裝得進去 因為基本上 它對於3C啊 就是還好 它現在被我激怒了 這個沒有什麼好激怒 當然老實說 這個外殼我覺得沒有很好開 外面這個地方 那把它就不好開 可能為了也要防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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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我添下來 字尖命喔 太大了 沒有啦 那沒有要裝 那不用 什麼鬼東西啊 什麼 防風罩啦 然後呢 然後這一個 這個是我們之前用的 GoPro8 這是GoPro 你有覺得大很多嗎 好像有一點 就是它又偷偷再大了一點點 再大了一點點 對 那這個也可以套在這上面 不行啦 它賺你的錢 怎麼可能套在舊上面啊 就不一樣大 怎麼可能套上去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差多了 這一個是鬆的 你跟我講的很稍微 這不用啦 這不是 這不是用這一個 好啦 那你知道GoPro9最厲害的是什麼嗎 它有一個前螢幕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不確定我這還有沒有電 我把它打開一看 這對女生來講 蠻重要的 通常都會很在意自己 好 以連接媒體模組 麥克風設定為前方 點選影片 真的有個人就是很過分 一直給我打哈 你不要這樣講 我要去說 你要走了喔 你就要走了 你在那邊拍完你就要走了 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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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喔 好啦我剛才一裝上去啊 他就跟我講說 麥克風的收音有很多種方式 可是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齁 我現在還找不到 欸 還找不到他的設定在哪邊 因為聽說這一代啦 還是有蠻多麥克風設定不同 然後 喔 這是MACE模組 不好意思我按錯 好 那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方向 齁 這是全部 Gopo 我找不到我要的東西 好我們從偏好設定裡面找 好 那我們從一般裡面 再點進去看一下 這個可能都要研究一下 Gopro是錄264的 齁 然後 目前這台日期是不對的 齁 好 好我再看有沒有 我比較常用 模組 齁 他這邊有寫 呃 MAX模組 標準麥克風 研究一下 好 這是很真實的開箱 老實講我們第一次啊 很多時候會大家會覺得 喔我開箱好像都知道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要玩一陣子 顯示 好 好 那我 我先跳到 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格線 那這顆 啊這個就是前一幕 好我們前一幕把它選成 看到自己 齁就會是這樣子的 好不好 2.7K 我現在是選在2.7K 好 我們我應該比較慣用這個 那聲音的選項在哪邊 今天老師跟各位講 我現在是調到MAX模式囉 先不要調到MAX模式 聲音的選項在哪裡啊 我試試看 我找我看 然後 我找到聲音的選項 那這則的影片就到這邊 因為我記得 因為他這邊有麥克風嘛 這邊有麥克風 那所以他聲音的選項到底在哪裡呢 用我最第一次的找的方式 看我可不可以找到 是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 這是提示音 這個是語音 這是慢動作 這個是鎖定 這都不是聲音 偏好設定裡面吧 聲音的選項在哪邊呢 是錄製歌詞裡面嗎 會不會在影片壓縮裡面 不是 那這都不是 通常這時候我就會google 但是沒有關係 就陪我一起找吧 顯示 也不是顯示啊 聲音的選項在哪 因為他一開始跟我講說他只錄前面 讓我整個心情非常的 有點被影響到 好 我們先一個一個稍微看一下 go pro 9的那個 反應啊還是比不上osmo action 這我必須老實講 osmo action的速度比他快滿多呢 是不是在這 也不是 啊 我找不到聲音的選項欸 就是剛才有一個前方後方 後 我找說有一次了 真的找不到 就是不要再拖延大家的時間 我就會去google 一般 quid aperture 預設 LED 剛閃爍 影片壓制時間 日期格式 沒有在這啊 語音控制也不可能啊 語音控制也不可能啊 然後顯示也不可能 比較有可能在模組 是不是在這 好 那我先把它 影 感覺是在這個媒體模組 有一個標準麥克風這裡 可是為什麼沒辦法調啊 我可能真的要google一下欸 這個是防手震 好 我承認 我真的找不到 雖然我現在真的很想找到 在哪裡啊 聲音的選項到底在哪裡 應該在模組裡面啊 媒體模組就是 它就是標準麥克風 到底在哪裡啊 好 好先看一下 這一個是 小的HDMI 好 這一個是Type-C 這個是外接麥克風 它不是有一個 就是用這邊收 還是用這邊收 還是我誤會什麼 好 我擦一下看看 好 是不是到底 是因為我的問題 還是它自己的問題 那我把這個麥克風插進去 看它其他聲音的選項會不會跑出來 這個我有看別的頻道講過 你看 這邊就馬上 所以 這邊就跑出選項 我插進去以後它就顯示 標準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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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我真的不知道 它是可以只收這邊或只收後面或只收全部 我上次看資料的時候記得可以去調整 可是現在我找不到大概在哪邊 我就錄到這邊了,bye